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靠蛮力 比利器就能成功的 读书也是一样的哦 要怎么读才能有效的学习呢 上次我们谈过了要把书念好之前 必须先找出自己的几个特质 配合这些个人的特质 加上掌握一些基本的原则 念起书来就势必事半功倍了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一个保证有效的读书三步骤 读书三步骤 预习 上课 复习 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但是你可能并不十分了解他们的真正遗憾 我们就来详细的谈谈吧 一 预习 预习很简单 不必花很多的时间 但是一定要把握预习的目的 行礼如遗绝对是浪费你时间又得不到效果的哦 预习让你事先掌握老师下堂课要谈的主题 自己先把大概的内容都看过 尤其要把看不懂有疑惑 觉得书上写错了的地方标注出来 自己有兴趣的部分也可以多找一些资料算是重拾自己 不找呢也没有关系 但是一定要记住你必须在预习的阶段彻底高动 单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重点又是什么 所有不懂的地方都一定要清楚的筑记下来 可以不用去找答案 但是就是不能不知道你不会什么 这一点十分重要哦 如果你确实掌握了预习的目的 上课时就绝对不会搞不清楚老师在讲什么 跟着老师的讲解再次梳理一下和你预习时的理解是否一致 有出入的部分立即发问或记录下来 因为你预习时已经知道自己哪些地方不会了 当老师讲解到这些地方的时候 你认真的听讲就像老师在回答你的提问一样 没有听懂或有争议的部分 也可以发问或笔记下来 等待老师讲解完毕或下课时间 请老师一一解答 上课的目的是等待老师解答你 预习时不懂的地方 以及确认你预习时已经知道的内容是否正确无误 复习的目的是确认你已经学会了 所以也不用花太多的时间 复习主要的工作就是用自己的话 把整个内容完整的表述一次 记录下来 以便之后或考前翻阅 其实复习的动作也不一定要放学后 专门花时间来做 我们也很建议你在该堂下课的钟声响起时 花五分钟赶快把它做好 如果闲用笔写笔记太花时间 拿出手机录音也可以 重要的是啊 你要用自己的话详详细细的 把内容完整的表达一遍 很多人花了很多时间还是没有把书念好 不是他不用功 而是他没有在正确的时间点做正确的事 预习是学习的根本 目的是要弄清楚 我们将要学习的内容范畴 哪些是你已经会了 哪些是预习时新学会的 哪些又是预习时看不懂学不会的 预习是三步骤中最重要的一步 也是养成自学和以后终身学习的基础 要知道我们一生中有老师教导的时间 不过数十载 其他的日子的学习都要靠自己 而预习就是一个最好的训练 预习这个功夫做得好 一辈子都受用 上课是解惑找答案的时候 所有预习时搞不懂的东西 都必须要在上课时和老师讨论并找出答案 绝对不要姑息拖延哦 复习的目的是确认自己已经真的学会了 不用再看书 直接表述一遍 厘清自己的思绪就可以了 学校里许多同学是上课前完全不知道要学什么 上课才第一次去听到这个主题 来不及反应 老师就已经不知道讲到哪里去了 用功一点的回家还会复习 课本一打开 认真一看才发现问题好多 很多都不会 但是课都上完了 老师也教过了 现在要去问谁呢 如此反反复复 周而复试 一直追着功课跑 又苦又累 又考不好 只要认清楚 预习上课复习各阶段的目的和该做的事 甚至啊 连复习都可以不用专门执行 掌握好这几个基本原则 你的学习之路 马上就会变得轻松起来 我们可以保证哦 影片中有些小朋友可能不太明白的名词 都可以在影片说明栏中找到对应的名词解释哦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还不错 别忘了订阅我们 按赞分享并开启小铃铛 有任何问题或建议 欢迎留言给我们 有功好线上课程 我们下次见